大家好 从前咱们都是在博物馆看恐龙的骨架 今天呢我们一起到恐龙家做客 看看不一样的恐龙 到目前为止啊 全世界一共有两千多个恐龙 经过鉴定已经知道的有八百多种 今天呢咱们就先到这四种比较有趣的恐龙家做客 这是霸王龙 又叫暴龙 它们的体型巨大 长约15米 体重可达15吨 咬喝力很强 尝试地球上的霸主 也是食肉恐龙中的佼佼者 但是呢 它的王冠最近已经被那个脊龙夺走了 那个脊龙的体长啊 是20米 体重可达26吨 成为目前没有争议的 已知最大的食肉恐龙 因此呢 霸王龙现在只能取居第二呢 不过值得他们家族兴奋的是 名字仍然叫霸王龙 因为国际恐龙命名法规定 乌龙将来发生了什么事 恐龙的名字都不能改 开始取名叫什么 它就永远叫什么 这是板龙 它是出生在地球上的第一种巨型恐龙 全长约7米 站立的时候呢 头抬高3.5米 是最早的高大尺速恐龙 因为植物不会反抗啊 也不会跑 所以不需要大嘴巴和锋利的大牙 咬鹤鸡呢 当然也比较小 这么大个动物要吃多少素食啊 可怜没有肉吃 这呢是厚头龙 厚薄的和后 它的头部短 头上有一个大圆的眼窝 那不是帽子 抄向前方 显示它用良好的视力 据说呢 有立体视觉 它的身长是4.5米 体重呢 是450公斤 下面呢 这个是妾蛋龙 盗窃的妾 其实啊 它是被人们冤枉了近100年 它们并不是以偷蛋为生 更没有世世代代做贼的习惯 只是1923年的时候啊 美国探险家 发现埋在沙丘下的一堆恐龙蛋化石 在这堆恐龙蛋化石的旁边呢 有一个恐龙化石 它的头紧握着这堆恐龙蛋 就想当然的认为这只恐龙蛋 在这只恐龙在偷别人的蛋吃 古生物学家呢 就给它们取了一个不光彩的名字 现在呀 已经还它们清白了 经过考证 那些蛋是它们自己的 而且还是一种妈妈下蛋 爸爸夫的爱情恐龙 可怜被人们冤枉了这么多年 更惨的是啊 这个黑锅还要继续背 因为国际恐龙命名法呀 规定呢 名字不能改 咱这个恐龙家族 招谁惹谁了 不公平 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 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有小朋友的家长呢 别忘了和他们一起分享哦 小朋友们看到这个以后 一定很开心 谢谢大家 祝大家健康快乐 下期见